哈喽 大家好 今天由我来讲解一道家常菜 是叉烧 熬带 炒熬带 首先我们把这个叉烧切片 叉烧切好了 这个熬带那我们就不用再切了 就直接切料头 好 那我们整个菜的出加工就已经做好了 首先开火把锅烧热 把锅烧热 我们放入一点小瓢油就可以了 不用放太多油 把烧热以后放入这个料头 好 这个葱最后再放 已经闻到那个蒜的香味了 已经闻到那个蒜的香味了 我们就可以放入这个叉烧 先放入叉烧 把这个叉烧慢慢炒 炒出这个香味以后 再放入叉烧热 再放入叉烧 整个空间已经闻到很香的叉烧的香味 那下面我们就放入叉烧热 叉烧的香味进入这个叉烧里面 叉烧的酸酸辣味进到叉烧里面 这个两个菜相结合 就是做出一道很不一样的家常菜 现在我们放入这个葱段 为了增加它的香味 我们就会放一点点生抽 放一条生抽 放一条生抽 直接放在锅边 直接放在锅边 行了 我们这道菜就已经完成了 看起来颜色很漂亮 红白香煎 还有绿 还有葱的绿色 看起来颜色搭配 很漂亮 你看今天我们的一道叉烧炒熬带 就完成了